视频的闲闲它不消消息哈最近很多朋友留言问我NTC有哪些插件好用 其实在我们社区就有很多好用的NTC插件 同时最近因为YouTube必推荐机制哈 为了推广我们的视频跟频道 大家只要先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 然后呢扫了一个小二维码 那么添加我的度教找他理 放心哈这绝对是免费的 不过呢就是给视频点个赞才能理哈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早上解盘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那么今天是2022年的7月26日哈 那么周二哈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盘面哈 呃昨天的话呢哈 我们是恢复了这个欧元英镑加黄金油的这个这个组合哈 好那么OK啊 这个大家心满意足了哈 好我们看一下哈 昨天的话呢欧元我们讲的思路呢是这个 啊 你回答对吧啊 你看我们的数据话组还在这哈 呃不过哈 这个没有给到啊就起来了 哈在61.8哈没有在76.4这个位置起来了哈 你看这就起来了啊 呃那么 今天的话呢哈我们看一下哈今天我们看什么思路呢哈 大家注意啊 今天我们的思路哈 其实也比较简单哈 也不难哈 好OK 大家看哈 那么在这里呢我两根线啊 一画啊 一画 OK啊 收敛三角形有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两根线一画的话哈 收敛三角形出来的话 那么想必大家也都懂了 对不对啊 你看哈 首先我看一下哈下方一次两次 上方一次两次啊 那么刚刚这个位置呢是插了一丢丢啊 OK哈 好 那注意哈 现在的话呢很上午时间段哈 那么我估计呢 呃这个 在这个时间段哈 应该不会那么快去往上破啊 我估计也是等到下午啊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 你看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知道 对不对 我们讲过的叫什么 上升三角形 对吧 它低点是越来越低的 然后高点被不断的这个冲击 对吧 所以会倾向于往上破 所以把它称之为上升三角形 OK 那么今天的话 欧元大家密切关注这个位置收敛之后的沽破情况啊 呃 现在的话呢是十点半 我估计的话呢 哈这个应该差不多下午两点到三点 也就是呃 当前这根可以说完是十一点啊 十二 一二三啊 也就是大概还有四到五根k这样 应该四根k差不多啊 就不算这个 大概还有四根k 那差不多也是到了收敛的极限 往上一破啊 那么机会就来了 对吧 啊 机会就来了啊 OK 那么今天哈 这个欧元哈 是个收敛突破的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镑啊 英镑的话呢 昨天我们画什么趋势线 对吧 也很简单啊 也不难 来看 低点 低点啊 那么昨天英镑的这个低点呢 是差了一丢丢哈 啊 没有完全达到哈 稍微差了一丢丢哈 在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后面一波起来啊 一波起来 当然这地方是给了信号了 大家看 你看 好 你看 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什么 寸墨信号 对吧 穿头破脚 是吧 穿头破脚 穿头破脚的一个吞没 对吧 非常强势 所以这个地方的信号就给到了 然后拉起来一波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英镑怎么去看哈 今天我在讲英镑的时候呢 其实我不太想讲一个短线的机会 而且呢 其实也不好讲 那么我们直接给他讲一个四小时 四小时一个思路 我给大家画一下哈 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就能够 至少大部分哈 看我视频的这个朋友的话 应该就能一点扫出来了 左肩 头 右肩 什么 头肩底吧 对不对 很清晰 是吧 而且大家注意哈 这个头肩底 它是真正的什么处在一个相对低位 下跌了很久的一个什么头肩底 对不对 在这里 对吧 而且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是一根四小时的阳线 已经是突破了颈线位 对不对 突破颈线 那么现在明确站稳 所以呢 今天哈 英镑 呃 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哈 就可能不要拘泥于短线 你就顺着这个头肩底去做哈 呃 我个人觉得哈 就是你看到我视频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直接进了 你可以接近了哈 就把止损放在这个位置 啊 就把止损放在这里 然后啊 我们的指引什么啊 头肩底 对不对啊 你看 我们说从头到颈线什么 1比1的一个距离 对不对 好 往上一挪 哎 正好你看在哪个位置 看看 是不是这个压力位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压力位 你看 1比1 是吧 那么这个空间够不够做啊 盈亏比够不够肯定是够的啊 所以呢哈 今天的话呢哈 英镑呃 我是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思路啊 那么这个思路的话呢哈 当然它不是一天就跑完的啊 我估计可能得跑过几天啊 对呢这个地方大家密切去关注哈 我的建议是就是可以进啊 你什么时候看到 就是就进 只准一放这个地方 对吧 止盈 看到这里 就OK了 好吧啊 那么这个思路的话呢 接下来哈 这个我们的早盘都会几天给大家做这样的跟进啊 就是呃 因为明天啊 明天周三周四周五啊 就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周吧啊 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周的英镑的思路呢 都会顺着这个头肩里去讲 OK啊 好 那么这个是英镑的一个头肩底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跟原油啊 先讲原油吧啊 好 昨天的话呢 我们讲原油讲了什么 哎 啊 大家昨天原油应该是赚的比较爽了吧 啊 如果都跟上的话啊 原油呢 画了昨天我们画了这样的两根线 对吧啊 然后啊 我说过在这个位置等待信号去接多啊 当然呢 从价格上啊 它并没有完全打到 但是信号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啊 这一根吞没信号 那简直是再清晰不过了 对吧啊 就哪怕啊 哪怕你就算等到这根K收完你再进 那上方这根K又是100多点的一个利润 对吧啊 非常清晰啊 非常清晰啊 好 OK 我们接着还是讲这形态啊 昨天我们讲到 对吧啊 这个地方多完之后 它涨上来 这是什么反手空的一个位置啊 对不对 那么昨天我跟他讲过啊 按照这个波动来讲呢 应该不可能在当天就给到啊 那么果然是当天是涨到这里啊 果然就是大概一半多一点点啊 OK 那么今天早上一大早啊就开始了啊 拉升 对吧 好 那么今天那关注这个地方的空点啊 原油啊 今天这个多做完了 上方这个空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啊 你看 昨天画的 对吧啊 又多又空啊 目前的话我们看一下啊 目前这个位置 还有一百多点啊 那对于用来讲的小case了 对不对啊 随便一抽就上去了啊 好吧 好 那么大家注意啊 现在这个原油的空啊 在这个位置注意啊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空点在哪里 请你一定要把线换好 OK 这个低点 对这个 对这个高点啊 拉过来 这个位置 好吧 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OK 好 那么这是原油啊 难度也不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 好 那么黄金的话呢 昨天的话我跟大家画什么两条线 对吧 这两条线呢 是之前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上下沿 对吧 昨天的话呢 我跟大家讲过重点关注上沿 不过没有给到 对不对 插了挺远的 昨天没有给到 然后呢 横一横 震一震又起来 OK 那么大家注意啊 首先下方这两根线继续保持 不要动好吧 不要动 继续放着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好 来我看一下啊 我们去看这个黄金啊 短线的一个思路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来看一下 看什么 局部通道 短线的这个黄金 我们看的是局部的一个通道 通道上方的这个空 很简单啊 通道空 很简单 好吧 所以哈 今天的话呢 整体上啊 我个人觉得呢 那个从货币到金牛 其实操作都不复杂啊 都不复杂啊 都是比较清晰啊 属于那种到位就可以直接做的啊 就这个 唯独是这个欧元需要研判啊 英镑你就直接进 就完事了啊 好吧 所以哈 今天的话 大家注意哈 这个操作哈 难度其实不大啊 而且呢 数据层面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变化啊 对的话 应该来说 我觉得今天对大家也是相对比较好操作的一天 好吧 大家关注哈 这个地方的空啊 好 呃 差不多啊 这个看一眼纳指啊 看一眼纳指啊 呃 因为昨天的话呢 我提到了一下哈 就是后面的话呢 纳指是 如果有合适的就会跟大家去讲啊 然后也是很多同学哈 很多朋友哈 跟我讲哎老师我做纳指啊 希望听你讲的纳指啊 呃 其实的话呢 最近这个纳指啊 这个我个人呢 就是呃 呃做的比较少啊 因为我最近的话呢 是这一段时间才开始去研究这个指数啊 这个我跟纳讲过哈 我这个你看啊 我是在这一段啊 这一段啊 就这一段掌势啊 就从这到这的这一段掌势 我自己是做了一段多啊 纳指啊 然后的话 后面的话是呢 啊 这里啊 这里到这里做了一段多啊 我是这一从这开始我才研究指数的啊 因为之前我其实个人对指数并不太感兴趣啊 而且可能我自己也是有一定的天见啊 就觉得说哈这个指数有这个呃 它的这个什么呃 这个可能呃 不太符合就是或者说至少比货币啊 至少比这个金牛哈来讲 它可能不太适合用技术分析去做啊 因为它的这个情绪的因素比较多啊 但其实做下之后发现其实纳指确实还不错啊 就相比于其他股指啊 无论是这个A50还是横指 还是欧洲的这个英国法国德国啊 还是日本的日经指数啊 什么澳大利亚的2000啊 就等等吧 就是所有的股指拉出来比的话啊 那么我个人认为纳指确实是走的相对还是非常规整的啊 就甚至在每股三大股指里面去比的话 你去比道指 你去比标普 那么我都觉得纳指是非常不错啊 走的相对规整 并且呢 波动也足够啊 标普呢 这个波动啊 虽然说这个 也还OK 但是它的这个波幅啊 波幅就比这个就显得比这个纳指就小很多啊 那基本上就是货币啊 就跟货币差不多啊 但是呢 道指道指的波幅就太大啊 太爆了啊 道指的日均波幅比原文还大啊 所以这个就太爆了啊 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最好的就是这个纳指从流动性啊 呃 规整程度啊 波幅啊 综合来讲 纳指应该是所有指数里面排第一位的啊 所以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呃 今天的话呢 其实纳指 嗯 这个我一看一下啊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先不讲了 好吧啊 那么我已经就记得今天我们讲这个纳指啊 表明一下我态度啊 总之以后有好机会 我再跟大家讲 好吧啊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早盘解盘啊 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 明天和学们再会 拜拜